政府努力拼观光计划还要举办热气球活动 地点将选在田辽月事件 消息一出不少民众都非常期待 观光局现在也高度重视 特别针对了热气球登场前的条件限制 谨慎评估 包括了气流温度地形等等 都必须要在最高安全标准跟范围之内才能举行 因此目前构想跟规划还在紧锣密鼓测试当中 五颜六色色彩缤纷的热气球 冉冉升空 翱翔在蔚蓝天际 许多民众每回看到热气球 兴奋之情 不言而喻 只是这令人惊艳的画面 地点可不是在台东路野 而是在高雄田辽月事件 我们有一些规划跟想法 但目前一切都还在测试当中 高雄市府拼观光 日后打算在田辽月事件举办热气球活动 而这消息一出也引来许多民众高度兴趣 没有做过我想尝试看看 会想去搭热气球然后就感觉很酷 感觉在卡通上出现的东西 引颈期盼但由于热气球活动 可是有先天条件限制 包括受到气流影响 方向控制不易 就连降落地点也得考虑 此外气温太高也避免升空 由此可知活动必须在最高安全标准 跟范围内才能够举行 因此这个构想idea依旧有变数 因为热气球它要能够升空呢 它必须有很多的外在的条件去决定 目前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一切都只是在测试跟评估当中 目前市府还在测试跟评估阶段 因此热气球活动举办与否 尚未有定数 毕竟安全这两个字可是不能马虎 但高雄努力拼观光的心 市民已经感受到满满诚意 这里有谢凯 王秀成 叶生云 刚报道